歡迎來到斯里蘭卡捷古木廚房 我是達哥廚師 我是牛妹廚師 今天我們要製作的料理是 蜂蜜珍奶 DONG 好啦 我們是為了要讓盲人朋友也享受料理的樂趣 對 所以我們要想一套方法能夠讓他們自己體驗動手做料理喔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來製作蜂蜜珍奶 DONG 呢 因為炎炎夏日的時候我們都會想要來一杯冰涼的珍珠奶茶 對 可是冬天太冷了 真的很冷 所以我想把它變骨體用吃的 沒錯 更爽 好啦 那我們來介紹我們今天要用的食材吧 好 首先要介紹的食材有 果凍粉 綠茶口味的油 還有我們的牛奶 新鮮牛奶 以及 還有我們的 珍珠 就是粉圓啦 用現成的喔 還有一個是我們的 香草 今天要採用的是薄荷 薄荷葉 對 那 壓軸 最後一箱很重要 靈魂人物 就是我們的 木蜂農場的 蜂蜜 專業精釀 特別獨家 精緻釀造 對 究竟我們木蜂農場的蜂蜜哪裡特別呢 好想知道喔 真的 那我們就去看看好了 好 我們到木蜂農場了耶 木蜂農場 木蜂農場 顧名思義就是在 木蜂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進去看看 走囉 蜜蜂和蜂蜜 哪裡來的 GO YEAH 嘿老闆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那想跟老闆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 我是 木蜂的老長公 嘿 還有什麼事情嗎 木蜂這邊主要 經營的項目有哪些 我們在這邊生長五代了 那我爸爸我祖父都是以傳統農業生活 到我之後我才開始養蜂 蜜蜂以最大的產值不是產品 蜜蜂最大的產值是在幫助我們的農作物受粉 現在科技再怎麼發達 任何科技都沒有辦法代替蜜蜂受粉這種工作 地球上如果沒有蜜蜂這種昆蟲 不只沒有蜂蜜可以吃 我們的水果 我們的糧食 我們的綠色植物 都會受影響 我們家 我這裡是蜜蜂 那個 培育蜂種的大本人 因為我們家都沒有蜜蜂農 我們要一種種蜂在這邊培育 它比較不會發生中毒 那我們的蜂蜜 因為現在市場在賣的賈蜜很多 那我們的蜂蜜現在跟市場上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我們的蜂蜜現在都做生產履歷 採收回來之後 我們的蜂產品就是經過檢驗再開始混裝 四色的蜂蜜很多混亂 有很多消費者對蜂產品這個產業實際信心 我現在養多少蜜蜂 什麼時間在哪邊照顧 用什麼東西給它吃 我們都做紀錄 那老闆有覺得這個養蜂的產業有什麼未來展望 我一個理念就是 我要消費者吃到最天然的東西 今天牛妹廚師和達哥廚師來到了母蜂農場 找到了我們特選的蜂蜜 想做我們的主要食材 真是收穫滿滿喔 接下來 我們就準備回到我們的廚房 做好吃的料理給大家吃囉 掰掰 掰掰 歡迎回來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進行我們的步驟一 要煮我們的水和牛奶 那我們準備了一個秘密武器 讓大家可以方便涼水的量 對 我們今天要倒的水是200毫升 一個養了多瓶就是100毫升 所以找到兩個養了多瓶 把手放在杯口上面慢慢慢慢的倒 感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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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水有沒有滿出來 好碰到水面了停 好倒入鍋子裡 再倒第二杯 再倒第二杯 感覺一下 好 好 滿了 快進去 好 再來是 牛奶 要300毫升 再要倒三杯 大哥叔叔有感應到嗎 有 很難 嗯 但是牛奶一直在我的手指上 喔 滿出來了 倒進去 還有兩個呢 我真的可以用感覺的方式 畢竟只要有心中的那把池 我們做什麼事情都不會有問題 沒錯 說得好 這跟人生的道理是一樣 做料理就像在經歷我們的人生 料理人生 料理人生 三杯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開火 開火 喔 熱起來了 待會呢 我們只要等待它煮廢就可以囉 那等待煮廢的同時 讓我們來進行下一個步驟吧 下一個步驟是 我們要把我們的珍珠 也就是粉圓 泡在蜂蜜裡面 讓珍珠有蜂蜜的味道 嗯 好 現在我們有一碗珍珠 我們要倒入我們木楓農場的蜂蜜囉 開始 啊 緊張緊張 這時候要拿出一個筷子進行攪拌 那怎麼樣感覺的量夠不夠啊 很簡單 只要拿起一顆吃吃看就知道囉 就是 吃吃看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靜帶我們的 熱牛奶 喔 發出滋滋滋的聲響了 滋滋滋滋滋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感覺到我們的牛奶已經開始沸騰了 它的泡沫已經浮上來了 聽得到噗嚕噗嚕的聲音 噗嚕噗嚕噗嚕的聲音 噗嚕噗嚕噗嚕的聲音 好 好 那現在我們就把火關掉 要不然它會太廢了 準備加入我們第三步驟的果凍粉 加入我們的綠茶果凍粉 我們加入一整包的果凍粉喔 一倒出來就聞到那個綠茶的香味了呢 這時候也要不停的攪拌喔 攪拌喔 攪拌喔 好啦 那剛剛我們說要替大家複醒一下 加入水200毫升兩個養樂多瓶 牛奶300毫升三個養樂多瓶 就加入一整包的果凍粉 嗯 非常清楚 奎爾 這個階段呢 我們就是要攪拌攪拌 攪到沒有粉殘留的感覺 就OK囉 如果感覺不到 就是用筷子 當作你的手指 嗯 就會感覺鍋底有沒有殘渣 沒錯 好囉 那我們牛奶已經沸騰了 果凍粉也加進去攪拌完了 之後就要開始加入粉圓囉 我們準備了杯子 我們加入三湯匙的珍珠 順便提醒大家 在加粉圓的同時 果凍粉也要不停的攪拌喔 不然牛奶就會變奶凍囉 嗯 好了 那我們兩杯都已經加入三湯匙囉 那現在 我們就是要把果凍粉加到 杯子裡 讓它變成 珍珠奶茶 一樣摸著杯圓 聽它的聲音 快滿出來的時候 會比較低沉 嗯 好 那我們三杯珍珠奶綠 就是 完成囉 Yeah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把我們的 珍珠奶綠 放到冰箱變成 珍珠奶綠 咚 走吧 走 嘿嘿 做好囉 那我們現在就來 裝飾吧 我們今天要用的是 薄荷 還有吸管 來插下去 那我要 大便宜一點的這個 哇 非常的可愛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吃看看 我現在也吃一口看看 嗯 好可愛喔 那我們今天的蜂蜜珍奶丼就是 大成功 那希望觀眾朋友呢 看完我們這集節目以後 也可以自己在家裡 嘗試動手做做看喔 讓你在冷冷的寒冬裡 有一杯 珍珠奶丼可以吃 而且還熱熱的喔 要做喔 那我們這一次的 C蘭卡椎谷木廚房 就到這裡跟大家說 掰掰 下次再見囉 再見 好好看 好看 走啊 好看